泡料那個 柯佳也有懷孕嗎 那你有解釋嗎 那個是節目裡面 開玩笑 我根本連解釋都不用解釋 不會 因為 沒有 不會啦 喔 不是啦 那是我們在聊天說 因為他老婆回來 兩天後要飛大陸去演戲了 那一定出事的嘛 對不對 所以我說懷孕兩天的意思啦 你懷孕兩天 你會去做產檢嗎 不可能嘛 坤達的能力你覺得怎麼樣 來 是鱼是馬拉出來六六就知道 喂 憲哥你再說下去 人家坤達回家又要跪算盤了啦 第58屆電視金鐘獎 節目類入圍名單 與時事日公佈 綜藝天王吳宗憲 手上主持的三個節目 皆有入圍 成為本次入圍最大贏家 而他今天和KID 坤達出外景受訪時 不僅表示心情很愉悅 還主動提及 過去常跟黃紫嬌說的 這一句話 我覺得大家能夠 同一時間入圍 大家都一起開心 對 對 套一句以前常跟 那個嬌嬌講的話 城前校正 對 我從來沒有把任何人當作敵人 但是為什麼 我在人家心裡面是這樣子 那天這個剛好6月16嘛 爸爸走了一年的時間 我跟我老爸講了一個話 我說老爸 你送我的這句話 我現在回給你 我這一生不需要做什麼完人了 沒有必要 因為我都要每一個人都好 每一個人都好 你就永遠做不好 連你對他永遠那麼好的人 人家在必要的時候 他為了他的百分之一 傷害你的百分之九十九 應該說千分之一吧 傷害你的千分之九百九十九 對 所以 你怎麼那麼難過的臉 太熱了是吧 我問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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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我講成這樣他呢 你怕我哭了 有沒有道理 有 你看我們認識多少年 我嘴巴很賤以外 我有做過什麼壞事 我跑了 蛤 怎麼 你看 嘴巴很賤的都是好人 逐一節目入圍金中的喜事 大家也很關心 KID跟老婆的婚禮 沒想到才剛爆料完婚期的憲哥 今天又爆料了 KID的那你問你是十月就要 十月幾號定 就是被憲哥講出來了嗎 十月十號嘛 本來十月十號啦 後來他們改了另外一個時間 這不會有人相信啦 這不會有人相信啦 我沒有用啦 我沒有用 沒有啦 算是補辦啦 因為這次就請一些 自己的親朋好友啦 對啊 就是小小的辦這樣 低調的辦這樣 所以到時候再把漂亮的照片 傳給各位媒體大哥大姐 哇 哇 欸 東方文華叫低調的辦 東方文華 憲哥你很煩耶 啊 不能講嗎 哈哈哈哈 那是晚上 我哪有婚禮的地方不能講 我哪會知道啊 對 那那個知道無所謂啦 那現在是晚上會去嗎 欸 我那一天人在那個杭州 那你會包嗎 我能跑要趕快跑 你還包怎麼包 沒有 欸 憲哥說要包一百萬 如果沒有一百萬 我再跟你們說 好 講很久 我跟你講 直接弄我就弄回你 我直接那個點鈔機擺在現場 少幾張我就跟你們講 依照我 還幾桌啊 好像不多啦 就是 有三十桌嗎 三四十桌啦 有個位置給小櫃 哇 好低調喔 就是一定要補一個低焦 你怎麼把他秘密講 這一定會的 對啦 有啦 他在我們心裡面啦 對對對 沒有啦 沒有啦 因為因為 因為本身就是那個 靠憲哥那一百萬贊助 對啦 OK了 所以說是八萬嗎 沒有啦 還是婚禮是憲哥幫你辦的 憲哥出錢 謝謝憲哥 謝謝憲哥